女孩子都追求美 一个完美的身材 透着青春活力 而小蛮腰更是眼下女孩子们追求的方向 那么小蛮腰这个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说说小蛮腰 小蛮腰的由来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关 确切地说是跟白居易供养的女鸡有关 自古才子多风流 像白居易这种才子中的才子 性情自然也是风流中的风流 在唐朝那种浪漫诗意的社会背景下 比起古代其他朝代 那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官员们在聚会时常常要歌舞奏乐以求自渝 来唱响人间风月 大才子白居易不仅文采精士 超常人意等 在玩乐方面也是紧跟潮流 白居易也供养了很多女鸡 她的才华是无数家园为之倾倒 什么灵角 骨儿 紫霄啊 都是她的红颜之己 然而在她众多的红颜中 她最爱的只有两个 此二人就是凡素和小蛮 白居易对二人的喜爱 可谓是让天地为之动容 日月为之失色 她曾为他们俩写下十年贫鉴 是凡蛮的深情告白 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二人的喜爱之身 这其实也不怪大诗人对二人如此着迷 据传 凡素擅长唱歌 歌喉内叫一绝 小蛮精于舞蹈 姿态偏偏 两人一静一动 那场面算得上天仙落凡间 擅唱歌的凡素和精舞蹈的小蛮 使诗人产生了无限的诗意 孟奇本是诗事感描述这段故事说到 白上书鸡人 凡素善歌 鸡人小蛮善舞 常为诗曰 樱桃 凡素口 杨柳小蛮腰 不得不说 白居易作为我国的诗王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凡素的嘴形小巧 为诗胭制看着野光泽鲜艳 小蛮的腰便如杨柳鲜鲜 就是凡素和小蛮听了这样的赞美 也是暗暗自得 自那以后 人们都觉得这形容实在是妙 实在是高 为博得美人一笑 人们就用樱桃小嘴来形容女子口小 小蛮腰来形容女子妖系 在中国传统审美中 女性的身材比例要求腰部线条优美 因此小蛮腰成为一种女性美的标志 樱桃繁宿口 杨柳小蛮腰 带青苗化眉 凝之若雪肤 回眸一笑过 倾国倾人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柳鲜